中午12点 国拼宣布重大决定 十万球迷拍手叫好 张门之和 机会来了 大家好 我是体战猪八戒 动格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 国拼近期的比赛任务是非常的繁重 一个连着一个 行政院议会之后 国拼本来应该好好地休息调整一下 但WTT蓝州球星挑战赛这个时候便开始了 国拼马不停蹄地前往蓝州参赛 蓝州球星挑战赛结束之后 乒乓球全景赛又开始了 国拼又辗转前往参加全景赛 国拼连续参赛让球迷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包眼福 所以说近段时间 球迷们算是高兴了 但连续高强度的赛程对国拼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已经到了值得外界关注的时候了 连续高强度的比赛会消耗运动员的大量的精力 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如果现阶段爆发伤病潮 无疑会对奥运会的备赛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一点无疑是非常致命的 正所谓了 怕什么他就来什么 国拼在全景赛赛场上爆发了伤病潮和诸多的暴冷 全景赛一开始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清和孙颖沙的组合 便暴冷出局 00后的孙颖沙状态不佳 令外界也是感到非常的担忧 比赛中号称铁人的孙颖沙 他的腿上罕见的也贴满了肌贴 而肌贴是治疗肌肉劳损的 看来连续高强度的比赛让孙颖沙这个铁人也开始吃不消了 随后国拼又爆发了诸多意外 国拼男队两大核心主力 林高远和梁静坤在比赛中均出现了伤病 经过检查后无法继续坚持比赛 从而退赛 零零后的王楚清一直身兼多下 现在王楚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 现阶段爆发如此严重的伤病潮 国拼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不然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酿成大错 现在全景赛已经正式结束了 另一项大赛WTT土耳其挑战赛无缝衔接的开始了 中午的12点 国拼宣布了重大的决定 国拼全员退出WTT土耳其挑战赛 国拼全员退赛 退出WTT土耳其挑战赛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甚至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 因为国拼现在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情况 如果国拼再继续这样高强度的参赛的话 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所以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刘国良也决定不再冒险 这也是广大球迷一直希望看到的 留得青餐赛 不怕没缠烧 国拼没有必要为了一两个这样的一个小比赛的成绩 而赔上整支球队的健康 看到国拼如今非常果断的做出了这个正确的决定 10万球迷也是拍手较好 不过国拼退赛对于日拼选手 确实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国拼退赛 日拼则派出了全部主力参加WTT土耳其挑战赛 张本智和和早贤希娜等等名将都会参赛 张本智和大家看到近年来被国拼队员可以说是狠狠的压制 南丹的世界排名已经跌落出世界前四 这一次WTT土耳其挑战赛对于张本智和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没有国拼队员的阻拦张本智和 南丹夺冠的希望无疑是大大增加的 如果张本智和成功夺冠的话 他将获得400积分的冠军奖励 张本智和他的排名也会重回世界前四 这对于张本智和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 最后让我们再次祝愿国拼 未来一切顺利早日解决伤病问题 尽快的恢复训练 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继续冲刺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为其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